第六百四十九集 另外那人比我冷静 绝情 我如果是他 是夭夭的未婚夫 当年或许一时冲动 没准会去杀敌 不会跟西林军一起走的 嗯 幸非如此 明书你要说的也说了 还是休息吧 卫衡脸色冷漠 将坛子的盖子合上 将老圣人彻底的封在当中 研制起来 真是畜生啊 对启蒙老师都能下手 而且这样的毒了 看来西林军真是无情的过分 是一群狠毒之辈的大本营 楚风双手握拳 咬牙切齿 他真想一拳打爆这个卫衡 此人一副豪争以暇的样子 看着懒洋洋 但恶事作绝 刀屿上其他人都不敢点评 虽然都来自域外 各自的道童很强 但都不想得罪西林族 因为这是一个非常强大的种族 无比的耀眼 虽然只是新年地球的一个枝脉 但是而今的排名 依旧能接近百强 历代都有圣人除 整体天赋好的没话说 实在是有些恐怖 当年 西林军的几个头领 全都是沙发过绝之人 负责对外开战 是最锋锐的屠刀 而到头来反噬 却也是那么的凶猛 据问 那几个头领都活了下来 深不可测 至于卫衡 当年虽然号称星空下第九 惊艳整片星空 但那时还没有成胜 他是西林军中的第二代志强者 提到西林族 如今少有人会一级昔日的旧事 想到的只是他们血统强大 天赋非凡 是一个非常有潜力的种族 小妖 你真狠心哪 怎么还不出来 我对你甚是思念 即便你不想见我 也不想看看明书嘛 他这么多年来 劳心劳力老得好快 哪怕是圣人 由于负伤太重 寿远也要枯竭了 韦恒微笑着说道 向龙虎山传音 上一次星河龟一脉 损失八颗神卵 应该是明书所为吧 虽然我还没问明书 但应该差不多 你不来 回头我将腌制起来的明书头颅 送给军陀 我估计他会很高兴 像他要一面星河龟壳 去制作冻牌 那可真是好材料啊 当这种话语一出 楚风脸色变了 那个明书是盗取星河龟卵的老圣人 以前没有见过 但是却对他有大恩 若非有这个老者 他绝对不可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 证断所有枷锁 走到这一步 泼没出自己的绝世话诀 明书被人割下头颅并腌制 让楚风心头怒火喷涌 真恨不得冲上云霄 取亲手宰了卫衡 他明白 那个老者肯定知道他 姚姚多半对其提及过 不然也不会去盗取 八颗星河龟卵送回来 等我 有一天我会杀进西林村 为明书报仇 楚风咬牙 双目有些泛红 他祈祷明书坚持住要活下来 此时 楚风无比渴望想要变强 希望早一天杀进星空中 改变一些人的命运 但是他知道 现在不能冲动 姚姚与明书都觉得他目前可躁 想让他成长起来 雨外 星空倒影 未恒显盛 姚姚啊 看来你是真的很虚弱 一缕执念未散 如今应该是陷入那里 长生金中沉睡吧 今天来的真不是时候啊 他有些遗憾 俊朗儿阴柔 与白皙的面孔上 带着冷烈的笑容 嗯 听说你培养了一只虫子 最近桀骜不逊 闹出一些风波 明书去盗取星河归卵 也是为了他 你说 我如果一根指头戳死他 会不会很有意思 可惜啊 母星不愧是母星 残存的禁忌力量 让我也颇为忌惮 不敢随意降临 不过 姚姚 我决定毁了你要培养的 那个虫子 我自己对他不屑一顾 懒得亲自去针对 但是会派出一些人 将他击毙 嗯 或许 生情活捉比较有趣 带到我面前 让他叩见我 若是效忠西林族 应该不错 魏恒 带着阴柔气 俊美的面孔有些冷酷 他俯视地球 那只虫子 你想活命吗 对我叩手 我赐你西林族信 出风怒了 魏恒是吧 星空下第九 早晚有一天 我要把你打成军驼弹 王八蛋 喂酒弹 你等着 我必会亲手割掉你的头颅 献祭先民 楚风喝止 怒对天外西林族的绝顶圣人 周围 众人面色骤变 这个楚风还真不是一般的猛 竟敢骂当年的星空下第九 魏恒 绝艳上古时代 而今 在圣人中是接近无敌的存在 然而地球外 魏恒没什么反应 因为 他不屑去找楚风 根本 就没去关注 始终盯着龙虎山那里 瑶瑶 你不行呢 我只能走了 下次再来看你 会带一份更大的礼物 对了 说起 母星现在还有什么 都是渣子而已 连一个唇血后翼都难见到 说起来 我们西林族才是正统 这里 不过是阿猫阿狗 我们与各方协商 有朝一日回归 待母星复苏后 我等重新入住这里 这才名副其实 让纯净的血脉 占据此地 然后 星空倒影 渐渐模糊 魏恒拎着那个坛子 慢慢消失 不过 在失去踪影前的刹那 他的声音又传来 我送你们过去 应该准备好了吧 去给我捉那只虫子 当然 如果不好捉 直接踩死就是 他显然 在跟西林族的年轻进化者说话 而所说的虫子 是指楚风 他最后还补充 如果你们不行 我就送我子思后人过去 机会已经给你们了 别让我失望 请甚至放心 我等已经赶到这片海域 马上镇压出风 将这只虫子 为您捉回去 海面上 有几人开口 对着狱外 恭敬的师大礼 他们声音很高 震动天雨 哪怕在桃园岛上 也能听到 甚至隐约界 见到他们 踏海而来 速度非常快 楚风瞳孔收缩 射出射人的光芒 西林族 这一刻 他的身躯都在颤抖 不是惧怕 而是在激动 他要绝杀西林族的年轻天才们 逼迫尾横的嫡系血脉过来 斩杀这个圣人的子嗣 晴空万里 碧海无边 海天一线 交融在一起 原本很平静 可现在却腾起大浪 碧绿波涛 砸上了岛屿 一时间 花瓣漫天飞舞 桃花白底红纹 像是染着血 海面上 共有四个森林赶来 很好分辨 一个穿着银色甲皱 一个穿着乌金甲皱 另外一个身负青铜甲皱 最后一个则是黄金甲皱 各自持着长矛 天歌 大吉等 都是重型兵器 四人很张扬 眼神如同电芒 满头发丝飞舞 有的未经营的紫发 有的则是满头黑发 透出的气息非常恐怖 西林族 当年地球上的种族 有人族 也有其他族 因为当年 他们是一支军队 并非单一的族群 毫无疑问 这支军团单兵素质强到离谱 据问恶名昭著的星空骑士跟他们比都不如 曾被一路碾压 可惜他们最后背叛了 用手中的寒光 刺目的长矛刺穿自己人的后背 用冰冷的天歌收割母星上 那些苦战过后 正在养伤的老兵的头颅 楚风 管过来 一声大喝 像是天雷般 在这片岛屿上方乍响 那四人逼近 站在海面上 身上的金属战衣 无比的冷力 那个身穿乌金战衣的男子 站在前面 手中的黑色战毛 已经扬起 指向楚风 邪逆他 一副轻慢的样子 他这种姿态 但凡有血性的人 都要被激怒 不会避战 楚风胸膛起伏 憋着一股气 早已忍不住 想大杀西林族 对于这种人 他不想多评论 只想横扫过去 楚风一不迈出 就已经在树立地之外 从岛屿的桃林中消失 一脚踏到海面上 溅气白茫茫的浪桃 在他眼中 西林族狼心狗肺 即便他已经很克制 可现在见到该族 年轻一代这么飞扬跋扈 还是忍不住 怒血 激勇 本集已经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请您多多点赞评论 喜欢 请订阅此专辑 转发到朋友圈 谢谢 请订阅此专辑 请订阅此专辑 请订阅此专辑